就是我很不喜歡講電話 所以我在認識一個新對象的時候 我就會先營造出一個 我就是不喜歡接電話 跟講電話的氣氛 騙子中的騙子 女人有男友會有這些徵兆 OK了 待會兒我們分析你們女人了 預備 去 會嗎 綠茶 會喔 當然啦 你問綠茶就對了 對… 在兩個聊天的時候 她忽然有手機 她不在這邊直接接 她可能說 對不起 我要上個廁所 我會跑到廁所去接 很明顯 很明顯 或是說 吃飯的時候 一直要去廁所那麼多次嘛 是… 我就不能跟你好好坐下來吃個飯 還有最如是什麼 吃飯 吃飯 一直這樣 嘖… 她裝沒聽到對不對 對 那你就是 嘖… 不是我的 嘖… 是你的嗎 不是 嘖… 對不對 對 而且尤其是在看電影的時候 這麼近 在看電影看的 嘖… 我說你可以接一下 她說沒關係… 那電影為什麼可以接電話 你… 不是 因為… 我吃… 我吃… 你們快點給關機了 這樣你都… 這樣電影就很同樣 所以綠莎 你有遇過這種可疑分子嗎 我又多了 而且我終於分析得非常厲害 是… 你一定是長作 愛約啊 長作對不對 你就愛約 她才會覺得 你久病成兩個人 對… 你久病成兩個人 不是 他現在就是你做過的 你女生最誇張的是 定時的時候 都會在weekday的時候 傳簡訊給你 OK 你都會接喔 忽然呢 不知道怎麼搞的呢 在那個… 你常常在傳簡訊給我 那當中我回… 回簡訊給你們的時候 就不傳了 一直都不傳 一直沒有兩個gogo也沒有 對…也沒有什麼gogo也不看了 就有個time zone 要問她說 其實… 她… 間歇性的回覆啦 對啊 可是當初聊得那麼開心 間歇性的回覆 所以她那時候可能 跟另外一個男生在一起 有可能 好像男生高啊 我有上到你嗎 沒有 OK啊 好 你覺得 還有什麼行為 除了關靜音之外呢 她的螢幕呢 一定是朝下的 對 在餐桌上面 她一定什麼不是朝上的 沒有錯 然後明明在跟你吃飯呢 比如說她就是拍了一張吃飯的照片嘛 對不對 餐桌上吃了什麼 結果你就偷偷瞄到 她是傳給對方 然後對方就會回說什麼 看起來好好吃喔 然後她就問對方說 那你吃過沒啊 哇塞 你明明在跟我吃飯 在跟我約會 然後你在那邊關心另外一個男人 吃飯了沒 什麼什麼的 我就覺得那個 那你就是變盤子了嘛 沒有 那個女人還要裝得很大方 沒有啊 就是朋友啊對不對 對 最噁心就是這種事 沒有 你也不要去戳破她啦 當然 對 但你一看到譬如說 她上面寫的那個人的名稱 是一個暱稱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所以那時候你就變 確定你自己是被胎了對不對 對啊 有可能是 有可能嗎 有可能是 因為她態度還是很高 我沒有在怕的 蛤 她一傳就剩十個人 你們十個吃過飯了沒有啊 聊天室 群組 聊天室群組 然後裡面只有我一個男的 九個妹這樣子是不是 你們都吃過飯了沒有啊 還是四面包包的厲害 都過來 厲害 你還說什麼 用另外一種語言講話 比如說大家在車上好了 然後她電話就響了嘛 就接起來 就直接就講 真的假的 通常東南亞 大家聽不懂嘛 你比如說講英文講日文 對不對 基本上聽得懂 對 她就知道你單字啊 單句你聽得懂 她就直接講個東南亞語 然後 對 然後口氣呢 又是很溫柔 又會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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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她真的講什麼 你聽不懂嗎 但是她的口氣 聽得出來 聽得出來 但是她後來就會說 那是她在那個國家的一個gay的朋友 所以你那時候是 好厲害 剛準備要把這個女的對不對 沒有 那其實是 是就是說 備態之一了 沒有沒有沒有 是進行式的啦 但是我也不會去 戳破她 戳破她 然後馬上又打電話 欸 你們十個啊 各講一種語言給我聽聽 你 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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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前面兩種我都有遇過 有一種是 她跟你吃飯 或喝咖啡的時候很認真 都聊天 他們都也不會看手機 手機都不會拿出來 很酷喔 然後你一去上廁所 你一回來 狂看 她 看慘了 然後你一回來 急急汪汪汪 欸 沒事這樣 沒事 馬上起來 她可能就是今天就是要 進攻這一個 所以她很專心 今天非要達到某些目的 之類的 這還算有些道德 對啊 然後就很慌 她會很慌 然後假裝起來 欸 沒事再喝咖啡 手髒髒的 另一種尊重 對 導演說你遇過什麼樣子 我遇過的那個都很正常 而且是超普通的 怎麼了 就拿起來說 欸 欸 你說什麼 啊 信號不好 然後就這樣 爛招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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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自己看自己 欸 同一個 那個電信商 滿閣 奇怪 我滿閣耶 那你要去哪裡 你們有用過這招嗎 舉手 對 對 霍軒 訊號不好 霍軒有 不是訊號不好 是什麼 就是我很不喜歡講電話 所以我在認識一個新對象的時候 我就會先營造出一個 我就是 騙子中的騙子 然後她 她就是會知道 我就是不喜歡接 所以她打給我 我沒接 我會回她說怎麼了 然後我就回她訊息也沒關係 妳就從頭開始騙子 厲害 也不是這樣講啊 就是本身真的不喜歡講電話 對 我也不喜歡講電話 不要私底下跟Yui這個套兩招 我覺得她知道滿多招的 是吧 很厲害 很簡單的獲勝 她開個什麼玩笑 可以學個幾招 是不是 因為跟Yui當朋友的 她是手腦 我其實是個難得 無所謂 她今天位置安排坐中間 你們有發現嗎 有 手腦才能坐中間 對 繞賽就不要趴趴走 在家看三立新聞網 隔離就不要趴趴走 想知道疫情最新資訊 就要看三立新聞網 懂了就動作啊 訂閱三立新聞網YouTube 就是這麼簡單 字幕提供